怎么能不做了呢 我打算开这家店的时候 就有人劝我 这是杀生的行业 是会遭到报应的 当时我不信 现在看来 我真是遭了报应啊 老爹 你怎么会这样想啊 没开店的时候 我的家庭非常和睦美满 可是自从开了这家 大闸蟹专卖店后 我几乎每次和妻子谈事情 都是以吵架来结束 老爹 你想的太多了 不 并不是我想的太多 而是我的确是遭到了报应 因为开了这家店 妻子跟我离婚了 而我也生了大病 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李大哥 我们将店关了吧 由于大闸蟹专卖店的生意 非常好 李商为实在不舍得将其关闭 于是他便一个人 继续经营着专卖店 几天后 一个消息让李商为 不得不将这家大闸蟹专卖店 彻底关闭 他二十几岁的儿子 精神出现了问题 经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这家店生意不是一直很好吗 怎么突然关门了 听说这家店的两位老板家里都出事了 一位和老婆离婚后得了一场大病 另一位的儿子得了病 没有办法 只能关门歇业 为了能让儿子恢复健康 李商为到处求医问药 可是儿子的病却一直不见好转 并且由于长期服用精神类药物 儿子的行动渐渐迟缓 眼神呆滞 开始厌食 变得越来越消瘦 这样下去要如何是好啊 你看我们儿子的行动越来越迟缓 这些日子他开始厌食了 这样下去 他的身体会垮掉的 唉 李商为儿子的病情越来越重 而且他经常会做一些奇怪的动作 且这些动作行为和大闸蟹很像 他两手抓头走路僵硬 而且不会走直线 经常横着走 天啊 老公 我们的儿子这是怎么了 他怎么变得像螃蟹一样横着走了 唉 何止是走路的样子 老婆 你看我们儿子的行为 有很多地方都跟螃蟹是一样的 好像真是这样啊 怎么会这样啊 看来我真的是遭到了果报啊 老公 你怎么这样说啊 你还记得我们要来广东开大闸蟹专卖店那天吗 我们邻居老太太说 我要从事的是杀生的行业 是要遭到报应的 是啊 当时我们都不相信这些的 是啊 就是因为当初我们都不相信因果报应 所以才会有今天呢 为了挽救儿子 也为了救赎自己 李商为开始接触佛法 白天他会来到寺院听经礼佛 晚上 李商为和妻子会在家里 共同忏悔以往的过错 说来也怪 李商为的儿子竟然开始正常吃饭了 老公 你看 我们的儿子竟然自己找东西吃了 真的 天哪 看来我们这阵子的努力是没有白费啊 之后的一段时间 李商为和妻子经常购买一些大闸蟹进行放生 令人吃惊的是 一个月后 李商为的儿子竟然可以正常走路了 此时此刻 李商为终于彻底明白了因果不虚 真没想到 我学佛的这一个月来 孩子的变化竟然这么大 我真正感受到佛法不可思议 因为自己杀生毅力的感召 让整个家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 但也非常幸运 我们一家人能够接触到佛法 明白因果道理的事实真相 今生有缘 了脱生死之苦 僧如大帝 掌养善法功德 供养僧宝 功德殊胜难良 慈敏众生 常诗 焉贡 妖贡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人都有身体 有身体就会生病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来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不施药 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 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慕名 中华护生协会 离药师烟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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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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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